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这个题 雅思写作免费课程的第200课A和G考哪个,为什么A类会更容易 因为很多学生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G类更容易对吧 我今天一定要认真来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学习目标就是学完这些课之后 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考试 并不是所有同学都会适合考A类的 你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考A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考G,而且为什么A类写作会更容易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考雅思,要你雅思成绩的那个部门所要求的你是考A类还是考G类 不是我说OK,A类简单,都去考A类 结果移民局说我只接受G类成绩,能明白了吗 大部分移民是A和G都接受的,你认真看一下 我再重复一遍,大部分的移民是A和G都接受的 但是我们的Skill Assessment,大部分的机构只是接受Academic 比如说我申请教育Teaching的话,只是接受Academic的 然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是申请我们有一小部分同学是来澳大利亚念书的 你们是应该只可以考Academic的 你看一下学校的要求,应该不会有学校去接受G类考试成绩 你理解这个就可以了,如果你两个考试都可以选择 比如说移民的同学,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考四个期的 移民的同学说,两个考试我都可以选择我考哪个 以前你们都考G,我跟你们说了吧,我说考A 然后每一个学生都说过,后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录一节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A会比G会更容易一点,我们先来看 你们会看到绿色部分就是A的好处 然后绿色部分就是好处,红色部分就是B端,你看G根本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好处 懂吗,我们先来看啊,Task1 好,A类是考表格的,对吧 就是考这样子,你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A类的Task1,就是考一个表去描述趋势的 我们讲解过,你可以在下面点击一下下面的链接 我们是讲解过表格,实际上就两套模板,对吗 你自己去看一下两模板就OK了 好,表格是有模板,直接背,非常容易 每一个Task1都可以写成一样的 好,如果是G类的书信 我不保证你每一个书信都可以写成一样 你需要去非常灵活的去运用Task2的ABC 因为我和一个考到过G类第一次 不是,G类有一个是5.5考7分一个学生 他也是考G类考试 我问他是怎么考的 他说他是背的我课程里面的那些模板 我们确实是有一小部分模板 同时他是把所有Task2里面的ABC次组 全部都用到Task1里面了 没有用过任何一个是自己联想出来的ABC 联想出来的次组,能明白吗 所以G类的话你一定要去 如果你是指的可以考G类,一定要接受这个mindset 就是我的Task1一定要用Task2学过的ABC次组 灵活运用 我们下面再来讲Task2 Task2的话题都是一样的 我再强调一遍 Task2现在G类已经开始考犯罪了 链接给你放到下面了 认真去看一看 G类已经开始考犯罪,开始考保护动物了 这是今年一个新的套路 我给你们讲过很多次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呢 我们,但是我们A类命中原题的几率很大 什么叫命中原题 就是说如果考试的时候出的 如果我预测题目里面讲的题 很有可能在A类里面是一模一样的出现 但是在G类里面确实也会出现 但是只出现那个关键词 你需要去灵活运用ABC次组 这就是G类的一个弊端 所以我们会发现G类第一次就考7分的同学 都是可以去灵活运用ABC次组的 我们的新课程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新课程基本上都是用的一样的ABC次组啊 大部分的题目 我们再来看一下阅读 阅读的话 我们来看啊 很多学生说 老师我就是不考G啊 因为,因为我模仿一下你们啊 因为G的那个阅读 不是,老师我就是不考A 因为A的那个阅读太长了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A类的阅读 先给你们看一下A类的Task吧 就是一个书信 没有什么套路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A类的阅读 这是G类的阅读 你会看啊 Lost of course G类的这个阅读 它相对来说会比较短一点 短偏颇 而且都有bullet points 如果是A类的话 就很长 然后你们就会很担心这种 很长的情况 你就会说 我考不到怎么办 但是我们所有上过阅读课的学生 真心没有下8分的 就是如果是我没有教过 我真的 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 我说我没有教过阅读 在8分以下的学生 只要你按照我的复习方法去复习 我阅读是肯定保你8分以上的 所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同学们 你阅读是肯定可以上8分的啊 我自己只有过一次状态不好 考过7.5 我阅读从来都没有下巴 而且每次都是去裸考的 所以你阅读 但你们不要去裸考 你们一定要去 因为阅读是一个skill 我们上次讲过怎么样去fast reading啊 怎么样去解决出 forst not given的问题 阅读是一个fast reading 再加上做题技巧skill 它是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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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套路的考试 所以你会看一下下面那个经验分享 给你链接过去 看一下那个学生怎么样 一个月之内从4.5考到8.5分 那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好就是这个学生 他说他上课之前词汇缺乏 有很多生词 然后错误率大概是百分之七八十 七八十同学们 那就是一个四分的水平 然后后来上课之后的话 一下就是8.5分 所以他的这个经验分享 我为什么从来都不会宣传阅读 可是有什么可宣传的 看一个经验分享 按他的方法去复习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疑问 阅读不要再跟我说到 是这个阅读很难什么的 阅读怎么会有难呢 过去考试 上了课过去考就是8分 阅读没有任何疑问啊 好下面我们来去总结一下 马上我们来总结一下 你应该去怎么样去选择考试 考G是需要灵活运用 ABC词组的技巧的 这个很重要 Task1使用Task2的ABC词组 我再重复一遍 Task1使用Task2的ABC词组 有些同学会担心说 老师你的课程里面 是不是没有G啊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 AG都是有的 你慌什么呀 好两个月写作 有一个学生是两个月的写作 是去年底的一个学生 5.5到7分 他就是每天复习三个小时 G类一样考下来了 不用担心 G类只是需要灵活运用ABC 掌握这个技巧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是考A类的话 挺好 需要多去练习模板 就是小作文的模板 当你两个都可以选择的时候 我是比较倾向于选A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不考G啊 为什么呢 A类可以保一个高分 你懂吧 你看这个 我G类没有学生考7.5的 我A类就会有学生考7.5分 我很多学生考7.5分 是因为他考了A 他从G转了A以后 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每天两个小时 他就考到了7.5分 能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很 我自己觉得就是 如果你想保一个高分 稳稳当当的过的话 你就转A吧 可以转A就转A 不是说G考不了高分 只是相对来说会难一点 懂吗 因为你需要灵活运用 还有这个学生也说了 他说一定要重视Task 1 一定要重视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说他一直以来 都觉得Task 2 写到七九万十大吉 所以Task 1的课程 就听了一遍 然后呢 他就会考试了 结果还碰到流程图 又是6.5 最后他和助教去交流之后 发现小作文很重要 所以就认真练了很多小作文 他说他一度也曾犹豫 要不要去考G类考试 然后助教建议他 就是说G类小作文 没有A类提高快 我在水边 G类小作文 没有A类提高快 而且他同时看了 我A类的课程 所以决定转考A了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跟你说 这个课很好一点 就是你买了一个课 里面也有A也有G 你可以都看一下嘛 你进来之后 就看A类是什么样子 我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 去练习A类的Task 1 最后我们给他的A类 全部都是mark的要8分的 你考试说肯定就是7.5分 我们都会建议你说 如果你 我们都会建议你说 我给你的模拟考试的分数 你把它减掉0.5分 就是你真正考试的分 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你们 在考试之前 我们这边判成绩 给你判的作文 判到一个7.5分 你在踏实去考试 真的是每次我们判到8分的学生 考试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7.5分 懂了吧 但是这次我们 那个我们的那个 评分标准增加了 有几个学生 我们每次都判6.5 考试的时候 考了一个7 最近是因为我们评分标准 严格了 但是我还是要建议你 就是不要卡7分 比如说你每次练习都是7分 那肯定是不行的 正确每次在我这边 教的作业都是7.5分 好 我给你们讲 讲完了 知道怎么去选择了吧 我推荐你们选A 原因也跟你们说了 所以说我希望这节课 可以解决你们所有的疑问 然后收看微信版本的同学的话 你记得去分享 跟你的那个小伙伴啊 然后我们微信公众号 雅思 然后大写的L 小写的Y 每天早7点 末尼本时间 10点更新一个免费课程 关注微信公众号 还可以注册一个 7天的免费课 网络课程 会具体学习 我刚才提到了 很多次那个万能ABC次组 40组万能ABC次组 帮你去回答 好像是五六个题目 然后这个就是我怎么样 16天获得协作7分的一个原因 我们付费课 做了一个更新 我们计划一下 但是下周2018年的3月3号 肯定全部都会更新完 还是保持100多个预测题目 ABC次组答案 我们上来直接讲预测题的答案 然后前面那些recipe 也都会有保留 但是这时候 我们的ABC次组 给你们降到了50组了 可以100%命中考试 真题更多的重点 是在怎么样去灵活运用 很少一部分的ABC次组 不再需要去学习语法了 它是一个网络课程 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学习 然后我们基础课程 所有课件都可以下载 两个月之内可以无限次数 收看课程 包括A和G 挺好 如果是VIP的话 大部分同学都可以两个月通过 有14天过的 有两个月就很稳 5.5到7分考过的 然后有4个月 6到7.5分 它是托产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高分 你需要更多时间复习 外教批改 会给你4个项目的分数 总共是30篇 然后24小时作业反馈 我们有一个语法表格 会把你的语法 根据你的错误类型 去给你分类 然后每个学生 每天都会填 这样你语法 就不会再出现问题了 然后还会有微信互动答疑 还有签导和助教 每天都会在微信里面 去给你回答问题 算是一个网络课程 但是你有4个月 基础课有2个月 但是VIP就会有4个月的时间 可以无限次数的收看 所以最主要区别 就是你会看到 G类 我们VIP更适合 那些拖延症比较严重 下一次考试 就一定一定要在 两个月之内考过的同学 然后我们这些课 你们记住 我们课程 我们课程是 只是每周五 每周六 才去开放报名的 最近不报名 只是给你们介绍一下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A和G类的课吧 不然的话 你们总是问 我现在给你们看的是 旧的网站 现在网站 我们Task1部分 没有更新过来 但是内容 我们不会更新 因为没有人说 Task1有问题 我更新干什么的 你们看 我们是旧的课程 会看到 它是有Task1结构 就是A类的Task1结构 一个小时会讲 结构 句型 完整文章练习 然后地图 流程图 然后有一百篇的 A类Task1的 范文 但是我可能会 再去多加 就会给它减少到 可能是40篇 是由我来写 现在这个范文 是我们给你们 找的一些资源 懂吧 然后呢 这一类是Task1 结构模板 我们是有结构模板的 不要慌 然后这一类 我们会有50篇 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 有50篇 Task1的范文 这次还都是挺重要的 所以你会看 你买了一个课之后 A和G类都有 不要慌 好 那我们这则课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